多彩發糕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多彩發糕 發糕在任何時節都適合用 亦是用於吉祥和發材 我們先看看材料 這部分是用來調配顏色 低加麵粉 低加麵粉200克 80克糖 發粉3茶匙 水200毫升 幾種食物色素 這部分是用黑糖來做的 低加麵粉100克 發粉1茶匙半 黑糖40克 水100毫升 還有幾隻毛 一會兒要塗些油 才會倒一些發糕料 現在我們先用水 來調配顏色 這個200毫升 我們要留在1湯匙 一會兒來開發粉 現在把糖倒進去 把糖倒進去 把糖盡量攪溶 儘量攪溶 儘量攪溶 低筋麵粉要攪拌 然後把糖倒進去 慢慢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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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糖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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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糖倒進去 把糖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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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得多 把糖倒進去 把糖倒進去 浪潔的程度 顏色调配 用份量做到6个帽子 调色 下少许色素 下4分1茶匙维莉娜香蒸 倒少许斑兰叶色素 下4分1茶匙斑兰叶香蒸 倒入粉浆 要倒到9分碗 否刷得来不漂亮 锅的水到蒸盘下 不要太多 水蒸气要足够才蒸起 现在将一碗碗放入锅 盖上盖子大火蒸20分钟 中途千万不要掀盖 否刷得很久 否刷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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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现在到黑糖的部分 我们用95毫升的水 拌开黑糖 将它煮溶 冷凍后开粉 将1茶匙半的发粉 加入5毫升的水 倒入粉浆 水滚 放入锅中 蒸20分钟 好 好了 我们全部的发糕已经蒸好了 你看看 画得多漂亮 多高 和开花 等它冷凍了 才来脱毛 现在我们将它这样 将它轻轻的 将它轻轻的 就着 捏着 捏着 就很容易 切出来 发糕很漂亮 有香噴噴 我真的想试试 做点来试试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